一杯咖啡 好了,不拍了 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What's on my phone 2019版 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 做过一次这个类型的视频 然后还蛮多人跟我说很喜欢看 所以说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更新版 我现在的手机依然是 iPhone X的256G的 因为它内存实在非常大 所以说我在里面下了非常多的APP 大概有将近100个吧 我如果要一个一个的去跟大家介绍的话 这个视频可能会拍5个小时都拍不完 再加上其实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介绍的那些软件 我到现在也都还在用 就不想要重复介绍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集中推荐一下 我近期才发现而且一直在使用的一些APP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我今天要讲的所有APP 我都把它放在了这一个文件夹里面 第一个呢叫做记账城市 很明显它就是一个记账类的软件 那这个软件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它集合了城市建设和记账为一体 我记得之前有个游戏叫做 什么Time 就是建造农场之类的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玩 那这个APP的运作原理呢就是你每天记的钱无笔账 都会变成这个城市的建筑物 不同的这个建筑物呢就对应着你不同种类的那个花销 比如说食物类型的花销呢就是变成这个红色这一区的 然后紫色的呢就是购物类的 我会希望这个城市变得更繁荣变得更大 我就会坚持每天来记账 除了趣味性之外呢基本的功能也都很齐全 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一条新的记录 左边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账户 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常用的 我就设置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现金 这些东西呢你都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很多的记账软件呢都没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 底下这一块呢就是你花销的那个类别 比如说有食物啊饮品啊消费啊 这些也是可以根据你自己日常的开销来设置的 底下这边呢就是你这次消费的一些tag 一些标签 比如说你可以记录你吃的是午饭啊还是晚饭啊 你晚饭吃了什么呀午饭吃了什么呀之类的 比如说我刚刚去了一趟超市 然后用微信支付了70块2毛 那我就记录在食物这边 然后写上超市 对然后OK 它在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建筑 你们看到了吗 因为我有强迫症啊 我就会把同一个类型的建筑都放到一起去 如果你是那种实用主义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哎一个记账软件 花里胡哨的多浪费时间呢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觉得 嗯还挺有趣的 除了记账之外呢 还可以看到你每个月的财务分析 你的收入是多少 总支出是多少 每个类别的花销占你总支出的多少 这些都会给你算出百分比来 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直观 那这个软件它的下载呢 本身是免费的 有一些比较高端的功能是需要付费的 每个月是要收25块钱 我觉得有点贵了 所以说我没有买 我觉得基本的那些功能已经够用了 那第二个软件的名字呢 叫做时间积木 就是一个日历类型的软件 其实我之前对这类的软件都非常的无感 因为我也尝试过很多种 我都不会去用它 我都会去用那个苹果自带的那个日历的那个APP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 而且可以在手机跟电脑端都可以同步 但是后面用到这个APP之后呢 我发现它比自带的那个日历APP要好用很多 先从界面上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吧 在它自带的那个日历APP上面 你只能探讨当天的日期 当天的农历日期还有星期几 但是在时间积木这个APP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每一天都做了什么 就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直观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跟自带的那个日历APP同步 就是你在这里面记录了什么 你在那边你会自动出现 这样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在电脑端查看到 那它使用起来呢操作也很简单 点击这个日期这边一个加号 就可以记录下当天的日程 然后它会有一个分类 像我自己设定的分类 就是有这几类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会写公众号 这旁边的这些进阶的功能 那么是要收费的 我自己没有买太大的会员 所以说我就用不了 然后点确认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对应的日期下面 它里面有一些自带的这种标签的设置 比如说我今天要拍视频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录像机 介面有点像我做手帐用的那个介面 所以说如果我当天有什么代办的 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我会先填在这个日历的APP上面 然后之后晚上回到家做手帐的时候呢 再把它搬过去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遗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去回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啊 这个月自己每天都做很多事情 就会觉得很充斥 这个APP本身是不要钱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付费的项目 每年要花183块钱去买 相当于买它家的会员 我自己是没有去买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基础功能已经够用了 但是呢我还是花钱了 我花钱买的是它的主题 就是它的商城里面会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主题 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的是这个Greatnote 换一个好看的主题 能让我对这个软件的使用率会增加 如果你不想买主题的话 它就是纯白色的介面 就没什么特别的 也不会影响你使用了 第三个软件 它叫做Headspace 它是一个冥想类的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呢 是我之前看一个YouTuber叫做Jan推荐过 它这个软件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全英文的 冥想的课程 也是用英文来教授的 所以说你可能要有一点英文基础 才能使用这个软件 一般的冥想呢 我觉得是比较枯燥的 时间拖得很长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无聊 这个APP呢 其实就挺好用的 它每一个冥想的时间呢 只有3到10分钟 所以说非常短 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那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你需要去填写一个调查表 类似于一个调查问卷 你为什么要冥想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为了集中注意力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缓解紧张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内心的inner peace之类的 如果短一点 那10分钟的话呢 那个空隙可能就会长一些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3分钟的 欢迎来到第9个节目的 现在你可能已经经历了 过去的几天 要付费的这种专门针对性的一些冥想的课程 像我这种不是特别需要的人呢 我就没有去买这个会员 那第4个APP呢 应该很多女生都知道 叫做青年相机 一个非常好用的相机拍照 自拍的软件 我自己比较常用的风格呢 就是法式 这个是他们新出的 然后我一般会把滤镜稍微调的小一点 还有这个拍照软件跟之前那些B612啊 Faceview啊之类的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去调节你的妆容 它每一个风格呢 都会自带一个妆容 这个软件里面看到的妆容 可能跟相机里面 我现在的妆容就不太一样 你素颜拍 也可以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 然后还有这个Infone 3 我一般都会把妆容调淡一点 调到大概40的样子 然后滤镜也会稍微调淡一点 不然会觉得有点太 太突兀 还有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胶片2 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风格 就是比较 拍出来有那种胶片感 然后你的妆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 要对着哪里讲话 那这三个呢 就是我自己目前比较常用的风格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APP还可以 教你一些拍照的姿势 照着它这个框来比姿势 就很适合那些 不会摆姿势的拍照的小白 比如说膜 它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就是在美颜这边 自由的去调节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美颜 比如说膜皮你想要开到多少 你知道吗 可以看到区别吗 我一般就是每样都开一点点 我自己还会开的一个叫做瘦下颗骨 对我会开一点点 这样拍出来我会比较好看一点 它还有一些贴纸 但是它的贴纸呢 就没有像那个B612啊 FaceU那些软件多 但是它的贴纸都做的挺精致的 我觉得 而且它有配套的妆容 你们看我这个小眼线 用了它之后 我就基本上没怎么再用FaceU和B612了 我觉得这个比那俩都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一个类型的APP 就是听书类型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归类啊 工作之后嘛 就没有什么时间来读书了 所以说我就把读书这个项目呢 改成了听书 洗衣服啊 或者你在做饭的时候 这样你既不会觉得无聊 又能同时再获取知识 这几个软件呢 分别它有利有弊 我再多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是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比较方便的呢 就是它里面的内容很多 然后比较杂一点 这项面的书呢 我觉得是以网络小说为主吧 就是纯粹是为了消遣娱乐去听的 比如说我之前听了那个什么如意传 三百多集还是多少集 反正特别长 然后我还听了郭论 就因为我是郭德纲老师的脑残粉 有一些呢是要冲VIP的 有一些呢不仅要冲VIP 还要买 第二个APP呢叫做播客 这个是苹果自带的APP 不仅能听到中文的内容 你还能听到英文的内容 但这个上面呢就不是听书了 它一般是听一些节目 有点像电台那种类型的节目 这上面给我推送的那些中文的那些电台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所以说我会搜一些英文的电台去听 这个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选择非常的多 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韩文的 还有一些语言学习类的 在这上面都能找到 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不太稳定 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能听 有的时候就不能听了 点进去以后半天就连不上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它一个最大的bug 第三个APP呢叫做Audible 国外很多博主都会使用的一个软件 它这个呢就是专门听书的 书还有一些杂志 比如说经济学人之类的那些杂志 它也会有 甚至呢有的书是由原作者自己读的 那个感觉你知道就是很特别 就是你听着那个作者给你在讲故事的那种感觉 这个使用起来呢很方便 然后你可以随时听 软件呢也没有bug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这个上面的书很贵 这个官网上会有一些福利 比如说它会经常跟一些YouTuber合作 你用这个一个绘码呢 就可以免费去听一本书 但是每个人好像只能用一次 然后除此之外 好像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好像可以听一个月的免费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你享受完这个福利期之后呢 你要去消费了 我在官网上面看了一下 一本书最少要15刀以上吧 所以说换成人民币的话 一本书大概也要一两百块钱 这还是算比较便宜的了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你确实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贵了 没办法负担 你又非常想要听这方面的书籍的话 你可以去淘宝上面搜索一下audible 然后呢去下载一些有声书回来 这个呢就是可以配合百度网盘使用 不提倡不鼓励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确实有这种方法 最后两个软件都是游戏类的 第一个软件呢叫做我是你 如果你看过明星大侦探的话 你应该对这个软件不陌生 它就是明星大侦探官方指定APP 我是你 我不是在给他们打广告 是这个软件真的很好玩 只要是跟直落傻子他们一起聚会 或者说我们出去吃饭 我们都会玩这个游戏 类似于探案类型的 跟明星大侦探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可以跟朋友玩 也可以跟网友玩 像我们的话一般都是几个人聚在一起 然后就是当那种桌游一样的 跟朋友玩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剧本可以去选择 最多可以八个人一起同时玩 在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剧本 然后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人设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APP上面看到 那个人设相关的内容 读完这个内容之后呢 你可以从中判断你自己是否是凶手 然后呢你就经过第一轮 大家自我介绍讨论 然后第二轮搜证 最后判断谁是凶手 真的很好玩 而且我们基本上一个本都能玩 一两个小时 我觉得聚会的时候玩一下 真的挺有意思的 大家聚在一起 完全不会无聊 消磨时间的力气 如果你没有聚会 你是一个宅男或者一个宅女 想要消磨时间的话 我这里有个软件推荐给你们 这个软件呢叫做Bacon 就是培根的意思 单机小游戏 它每一关呢 都有一个培根 然后有一个煎锅 你就让想方设法 把这个培根盖 盖到它旁边的那个物体上去 我一般玩它都是利用碎片时间 比如说没有网的时候 这个游戏我之前介绍给我很多个朋友 他们都觉得挺好玩的 成功了 好 不玩了 不玩了 好 那今天的APP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你们最近有发现什么 好用好玩的APP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要去尝试一下 我的相机快没电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了大家 拜拜